咳 這樣可以嗎 有人在嗎 恩..為什麼 哈囉.....有人嗎 欸有有有 我看到一個讚了 欸這樣子 聲音會不會 呃..太小聲 有嗎有聲音嗎 幫我看一下 會嗎 有聲音嗎有聲音嗎 有人在吗 有人在吗 好 陈议员 你帮我听听看这样声音 会不会太小声 会不会很不清楚 不会 好OK 那我等多一点人上来 嘿 我觉得很夸张 因为我昨天到很晚很晚 我才发那个直播的吻 然后结果超多人转发 真是把我给吓死 所以你们都不用睡觉的吗 有声音 好OKOK 好 那我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本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书 然后 我觉得它的名字取得还蛮妙的 它叫做 有钱人家看不到卫生纸 没钱人在冰箱贴纸 就是 其实它最主要 这个书名感觉好像很耸动 对不对 可是其他最主要就是在讲 我觉得啦 有钱人的思维 跟没有钱的人的思维 是在取决于 他们对浪费的定义 这是我觉得的 然后 呃 我 在我 讲这本书之前呢 我可以 很深刻的告诉各位 就是 我在去 我在看这本书之前 刚好去了一个 一个 呃 屋主的家 然后呢 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可是 他们 很努力哦 想尽各种办法 想要 得到更多的收入 想要更 更努力的赚钱 可是怎么样 都没办法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 就是 老师 为什么我们家 就是 我们两个在怎么努力 好像怎样都 都 就是 赚不到什么钱 这样 然后我去看了他家之后 他家的环境非常脏乱 然后就是 比较多杂物 然后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说实话 你家这么多杂物 对不对 真心 财神爷来 真的也会跌倒 真的 财神爷进来 也会摔死的那种 因为太多东西 满地都是东西 然后 呃 呃 就是 空间 变得非常的拥挤 那 在这一本书里面 有一张专门是在讲 就是 没钱人的思维 我逆向操作 告诉各位一下 当然 我们都想成为有钱人 可是呢 在成为有钱人之前呢 并不是你模仿他 比方说他里面 可能会讲说 有钱人喜欢白色的东西 有钱人喜欢 带金色的配件等等 我先讲 并不是去买了这些 你就会变有钱人 请你先改变 穷人的思维 所以我要先从 没钱人开始讲 你 你 你看看 我等一下讲的 穷人的思维 你有没有中 如果你有的话 请你先改变你穷人的思维 之后 再来学习 有钱人是怎么做的 这样才有用 不然就会像 呃 我去很多人的家 他们就是 一昧的想说 啊 我是不是买了 很多的收纳品 我是不是买了什么什么东西 我家就会变整齐 我家就会变漂亮 我是不是买了很多的百事品 我家就会变得很有质感 错 请你先断舍离 所以呢 现在也是 请你先看看 你是没钱人的思考之后 你再来考虑一下 你要如何变成有钱人 好 那我继续讲我的故事 就是呢 我去那么多的屋主家 发现就是大家的家 都会有共通的一个点 就像他书上写的 没钱人的东西特别多 人越穷 人越穷 东西越多 哦 这个真的是说中了 我真心觉得每一个 我去的就是 家里需要整理的人的家 他们东西真的很多 然后好像整个都在穷忙 工作也是 也是 然后生活也是 就是一整天都在瞎忙的感觉 做了很多事 可是感觉也没赚到什么钱 然后累的半死这样 那我讲的就是 呃 那个小夫妻的家 他们家就具备了 这一本书里 所有 所有所有穷人的思维 第一个就是 他东西特别多 像我去他们家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 试用品啊 小东西 杂物等等 然后光包包累 可能就 就 几十个 甚至将近 我觉得 这样目测应该有 七十个 全部加起来的话 那 呃 东西很多 那 他们 觉得 尤其像这个家 他是有很多很多的那种 试用包 试用品等等 然后他可能就觉得 这个都可以 用 这都怎样 怎样 这个留着的话 可以省下很多钱 对 可是 其实 我觉得 穷人最大 呃 也没钱人最大的思维 就是他觉得 他省下了很多小钱 可是殊不知 其实他浪费的是更大的 浪费的是更大的钱 所以 像他这样 就是一直在囤积 那个试用包 弄了很多很多很多 之后 但是 其实他真正的 反而是 浪费了很多空间 在整理这些东西 然后囤积这些东西 其实平数 才是最贵 各位 平数 才是最贵的 平数 才是最贵的 OK 好 你说后面那个吗 后面那不是鞋柜 那是酒柜 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 东西 东西很多 然后借口也特别多 就是我必须要讲哦 你思考一下 你如果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你家人跟你讲说 诶 那个怎么样 或是 你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家人跟你讲怎么样 都是一样 大家都会就是说 诶 那个 就是东西明明已经忘记了 可是翻出来 所以就说 诶 这个 哦 这个 可以留着用 可以留着用 那你知道吗 你在还没翻出来之前 你都不记得它是什么 那怎么翻出来的时候 你就又觉得它可以用了 你都放了那么久 你都已经没有 没有印象了 你怎么可能还会想要用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请记得一件事 囤积 才是最大的浪费 很多人觉得 啊 把东西清掉 把东西丢掉 很浪费 可是说真的 我真心觉得 囤积才是最大的浪费 再看一下我家 都没东西 空 所以 真的 如果你想要让你的生活 变得 呃 干净 有效率的话 其实有钱人 最简单 最简单 就是他们的生活里面 就是干净 整齐 干净 整齐 干净 整齐 就这样而已 跟 跟没钱人最大的差别 就在于这个 原因是因为呢 没钱人呢 他们 呃 对空间 很容易就习惯了 人都是习惯的生物 就是当你住在一个 杂乱的环境 然后 呃 久而久之 你就觉得 好像也可以啊 没关系啊 呃 还能睡就好 没关系过得去就好 你会越来越 委屈求全 所以 我觉得 哦 你说我喝太多 研究上 我本来就试了好吗 我不是喝了太多酒 我是喝太多蛮牛 哈哈哈哈 然后 呃 再来就是 我发现那个小夫妻 也有一个共通的地方 就是穷人的思维 就是说 他们很习惯 把东西放地上 你试试看 我之前有说过 就是 东西不要放地上 你有一包 就会有十包 因为那个东西呢 好像就会聚集 告诉其他朋友说 哎 这里可以放哦 大家赶快来放哦 不然你试试看 我举一个例子 你在你们家的椅子上 放 一个 呃 先把一件外套 披在椅子上 你过一个礼拜 过一个礼拜之后 回来看 你看看 那个椅子会变什么 会变更多的外套 全部都披在那张椅子上 第二就是 如果呢 你在你的地上呢 放一袋东西 一个包包 然后你久而久之 你一个礼拜再回来看 那个包包四周围 会有其他的包包 都会靠近 还有如果你在地上放一箱东西 一袋东西 一个纸袋 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都会 重复的东西 就会慢慢的往那里靠近 然后那里就越来越多越高 越来越来越多 所以这证实了一件事 杂物是会繁殖的 繁殖是因为 你让大家觉得 有一个感觉 诶 诶 这里可以放东西哦 赶快来放哦 然后所以大家就 一直放过来 所以呢 请各位 记得一件事 不要把东西放在地上 那再来呢 穷人也会把食物 放在地上 我去那个小夫妻的家的时候 有发现一件 很可怕的事情 他们无论是 吃的什么东西哦 比方说泡面啊 零食啊 糖果饼干等等 全部都直接是放在地上的 然后我就觉得 哇塞这样不对吧 这是吃的耶 书上有讲 就是说 你对食物要尊敬 才不是浪费 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 麻烦你 就是对食物的尊敬 就是请你不要把它放在地上 你可以把它放在桌上 或是其他的平面上 或是放在一个固定 放食物的地方 很多人可能觉得 这不是尝试吗 怎么会是这样 可是真的 你有很多人可能一回家 就是随手就乱放之后 那一箱泡面 或是那 也不是一箱泡面 一袋东西 一袋食物 一袋任何的 吃的 就这样放在地上 然后就忘了 然后久而久之 回来看的时候 啊 糟糕 已经过期 那再来就是 厕所 他有 书上也有讲 就是说 穷人的厕所啊 都是比较 比较脏乱的 就是比较 不干净 或者是 有很多 脏兮兮的 你看 这里有一些 就是 浴室啊 脸盆啊 全部都脏兮兮的 所以请你记得一件事 如果是跟水有关的地方啊 尽量尽量 都是 让它干净一点 那 如果你真的觉得 啊 我家很容易潮湿 我家很容易发霉 没关系 有一个方法 就是 请你尽量减少 浴室里面的东西 越少越好 像我去的 我去的那个小 就是 小夫妻 他们的家 他们的浴室 有各种重复的 瓶瓶罐罐 然后过期的 没有过期的 还要使用的 就是跟未来系列的 全部都混在一起 新的 旧的 过期的 都混在一起 所以 假设你要 你要处理这些东西的话 你应该只留下 现在需要的 然后 已经过期的 就是清掉嘛 那 嗯 未来才会用 还要开心的 的时候才会用的 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不要全部都混在一起 不然你的 厕所 会很拥挤 以外 你的浴室 已经很容易 超湿发霉了 会更可怕 好 再来 他有讲一个 没钱人 就是不常洗床单 诶 我好像有 跟大家说过 我很喜欢洗床单 然后我 我后来认真 发现一件事 就是所有 你看到的 整理的 不管是 山下英子 或者是 镜藤玛里会 或者是 其他 任何一个 就是 像我说的 那个 本多沙之也是 他们都非常 非常喜欢 就是你知道的 这些 比较知名的 整理师 或者是 像这些 大师系列 他们都超喜欢 洗床单 然后 我也夸骗大师 就是我 真的很喜欢 洗床单 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 睡眠是很重要的 然后床就是一个 掌管你睡眠 休息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想要 让你的 你的 呃 呃 休息的状态是好的 请你无论如何 一定要常常洗床单 然后换床单 或者是 西床 你回到家 睡在那张床上的时候 会觉得特别舒服 然后有休息 放松的感觉 那我去他们家的时候 有发现一个 很惊人的地方 就是他们小宝宝的床 的床单 枕头旁边 整块都发霉了 那可能是 小宝宝有吐 或者是 液奶 或者是 呃 牛奶又倒了 然后就 那一块就发霉了 这样 可是 妈妈可能太忙 都没有发现 可是 其实这是很不好的 对小朋友的身体 或者是 呃 整个状态都不是很好 所以 后来 呃 我为了要 要就是 让他赶快动起来 所以我就直接把床单 全部拆了 然后就是 全部都换掉 然后帮他 铺一个新的东西上去 让他 至少暂时 小宝宝可以在一个 比较 呃 舒服 干净的状态 然后睡在那张床上 然后 再来 呃 回到刚刚的 就是他们的 他们一开始就问我说 怎么样才可以 呃 赚钱 因为他觉得他们都在 在穷忙 然后觉得 觉得就是 好像怎么努力都不够 其实 我那时候就有跟他讲 环境就是最大的原因 只要你可以把你的环境 整理整齐的话 钱就会来 好 那 他们 本来爸爸 就是这个家的爸爸 就是对整理这件事 收纳整理这件事 觉得 呃 有点不以为意 觉得 嗯 应该还好 结果呢 第一天我们去整理之后 就是我们还在 还在断手离 疯狂断手离 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 好像没有什么 看起来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黑暗期最可怕 就是东西全部都要翻出来 第二就是 呃 第二天哦 爸爸 因为爸爸是做业务的系列 然后他 他回家的时候 就跟我们讲说 他 他就跟他太太讲说 很夸张的一件事就是 他们竟然接到了半年来 就是一口气把半年的订单全部都接起来了 半年内的所有订单全部都接起来 接到一笔超大的订单这样 就是半年内的业绩全部接起来 所以 就是很 很夸张 好财神也已经慢慢要走进来了这样 那爸爸因为要考试 然后他常常就是 有一个呃就是 证照还是什么之类 他一直都没有考过 考了八九次都没有考过 那在在呃 我们第三天整理完之后的过几天 他就去考试 那一个考试就通过了 那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就是 我并不是一个什么呃 就是 可能可以带来好运的人 或者是什么 而是 其实 如果你努力让你的空间变整齐之后 环境干净了 人顺了 钱就会来 真的 就是像这样 这都是连带的关系 所以你说 哎 环境跟有钱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有 有很大的关系 你的东西越少 你越有效率 然后你做起事来 就会 呃 你的头脑思绪都更清楚 这样 好 那再来就是 我觉得 没钱人有一个 比较不OK的点 跟 没钱人跟有钱人有一个 很大的差别 就是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有钱人都香香的 不是钱的味道 是 他们就是比较注重 呃 他们的外表 或者是说他们的穿着打扮 就会 他并不一定是全身名牌 但是他会让给你一种很舒服 然后很很有很有气质 或者是很散发一种很好的能量 那他 他绝对是香香的 就比方说他可能会喷一些香水 或者是 他的头发 他的一切 都会是比较干净整齐 然后 是是香香的 那 可是 没钱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我去他们的 呃 去每一个 没钱人的家 就也不能说 到多没钱 可是我发现就是大家比较会是没有办法注意自己的状态 因为你连你的家很混乱 你都没有办法控制的话 基本上你对自己的状态可能也不会是太注重的 不用说可能就是无时无刻都穿着居家服 然后或者是 呃 盆头勾面啊 然后可能没刷牙啊 或者是 就是状态都不是很好 这样 更不用听说香香的了 因为本人 本身就已经可能 环境臭臭的 然后你也没有发现 就是自己身体 可能衣服也是脏脏的啊 瀑瀑的味道之类的 类似像这样 好 对 好运都跟着来了 好 再来呢 我要介绍就是他们说有钱人 他说有钱人呢 很习惯在玄关放镜子 放一面镜子 因为他们出门之前 他们会先整理自己的仪态 然后看一下自己的状态 这样 比如说啊 头发歪了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然后 嗯 再来就是 有钱人呢 他们不会把书叠在一起 我发现很多很多人 我去很多很多的家 他们书哦 是这样叠在地上一堆的 这样一整堆堆在一起 然后我问他说你这样最下面那本书你要看怎么拿 然后他都会说嗯 嗯 等我有空 等我有空就会弄 或者是说 有有 我还是会看 就是帮物品找很多借口 他就是不想丢那些东西 然后所以他会想说 啊 我要啦 那个都是钱买的什么的 可是呢 如果用有钱人的思维的话 只要堆放的那些书 所有的书 堆放的价值 超过他平数的价值 就是 你的书本身 如果你堆了一百本书 然后超过你本身 一定会占你一些平数 对不对 占你一些空间 超过空间的平数价值的时候 他们就宁可不要 不要输 而要那个空间 因为说实话 空间是最贵的 可是 大家的迷思都是 哦 我们不能浪费 我们舍不得 我们不能丢 我们不能浪费钱 什么的 说真的 你最 你浪费最多的最多就是你的空间 空间是最贵的 空间真的超贵 你想想看 有什么东西是比一瓶 我们一瓶都是几十万在算 对不对 可是你 杂物 杂物 根本不可能会占你这么多的钱 好 再来 就是有钱人呢 他们不太喜欢看杂志 原因 这个是 这本 这个作者写的啦 就是说 他们不太喜欢看杂志 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些 就是来路不明的讯息 因为他们不确定 那是谁写的 也不确定 这一个消息可不可靠 所以他们宁可去看书 比方说 这本书啊 没有 就是说 他们就是 会想要去看那本书的原因 他们的凭据是 希望 知道 了解是 这本书是谁写的 透过 专业的管道 得到专业的知识 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讯息 才会是正确的 这样 好 再来呢 他们就是 诶 有一个重点哦 就是 他说 有钱人啊 他们的钱包通常都会是黑色跟绿色 如果有上过我的人生整理术的人 诶 现场有吗 各位有看 有上过我人生整理术的人 会发现一件事 我的钱包是 我的钱包是有钱人的其中一个颜色 然后呢 我真心觉得 你好好对待你的钱包 那 你的钱 钱包就是钱的风水 你的钱就会源源不绝的来 所以呢 我一直以来都用同一种钱包 一直以来都用同一种钱包 然后只是 呃 换 不用说他坏了 我就换下一代 他坏了 我就换下一代 都一吃他哦 都一模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那个绿色钱包替我赚了超多钱 好 那说到超多钱这件事 有钱人啊 他们没钱也会说有钱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吸引力法则 就是说 假设你觉得 很多人会说 他你知道他是有钱的哦 可是你要跟他讲说 诶 我觉得你就 最近这样好像就薪水也不错啊 什么 他说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钱啦 我怎样我真的还好 就是 或者是他说 哦 我很穷 我怎样这样 说真的 你 你越说 你一直说 一直说 一直说 你就会朝着你说的那个方向前进 所以呢 我真心觉得那是一种 就是 呃 好像 吸引力法的 你希望变成什么样 你就会变成你说的这样 所以 如果你没钱 你也要继续说你有钱 而且那个有钱 不是那种 呃 坐在那里 就是啊 反正我以后一定会有钱 不是 而是你要努力思考 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变成你想要的有钱的状态 所以你要观想 就是你可能可以用吸引力法则观想 我现在要如何变成一个有钱人 我要从什么开始去做 或者是我应该可以怎么做 而不是在那里躺着觉得啊 我有钱 或者是啊 我真的好穷 我真的超穷的 成天抱怨也没用 这样 好 再来 最大的重点 最大重点来了 有钱人不断的丢东西 诶 诶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我是一个超喜欢结缘的人 请问有在结缘社团遇过我的 举手 哈哈哈哈 就是我超喜欢超喜欢结缘 我只要一用不到的东西 我一定马上把它送出去 就是一定马上把它送出去 就是很喜欢清东西 然后丢东西 然后 嗯 这 这他说有钱人特质就是 他们不断的在丢东西 尤其是像衣服这方面 很多人会以为有钱人有很多衣服 其实也许有 可是 我觉得就我看到的 就是真正很成功的人士来说呢 他们其实衣服没有你想象中的多 因为 他们不想要花时间在 嗯 就是 你衣服一多 你要穿什么 你就要抉择 抉择就会浪费时间 然后你浪费时间又浪费空间 你还要想你要穿什么 还要想衣服要放在哪里 还要去找那衣服 花更多更多的时间 所以 反而是你的东西精减了 衣服减少了 你出门 反正你就是穿这样 然后你就 你就直接这样出门 想都不用想 好 在此跟各位说一下 你们可能会发现一件事 我这 因为我今年 就是2018 实施我不购物计划 对不对 我不买鞋子包包 衣服等等 全部都不买 那所以呢 我这2018年来 所有公开的场合 几乎都穿那几套 你仔细看 我都穿那几套都一模一样 不是我穷啊 是因为我要实施不购买计划 可是你知道吗 我 当我就是每次都穿这几套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事 太棒了 我根本不用思考 我就每次 今天这一次出席这个场合 穿这套 下一次穿另外一套 然后再轮回来 再穿那一套 都一模一样 每次都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我反而不用思考 我就是这两套一直换而已 然后 而且 而且也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说 老师你是没衣服穿了吗 你为什么每次都穿一样的 或者是说 老师我觉得你好像就是 都没什么变化之类的 你看 重点 并不是我穿了什么衣服 吸引人的地方是 我的技术 还有我的能力 而不是我的衣服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学学看这有钱人的做法 就是 衣服越少越好 他们买了新的 他们就会把旧的清掉 所以你也是 已经2018年底了 拜托 都已经要过新年了 该清的清一清 真的 你看看写什么 这几套很专业的感觉 对 我只要两套专业的衣服就够了 虽然我每次都穿一样的 但是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好 没有人可以说怎样 就算如果有人跟我讲说 你也没变化 干你屁事 对 干你屁事 我觉得 不要去在意别人的想法 也不要在意别人的说法 你只要把你自己做好就好 然后你只要过你想要过的生活 你 如果你希望 你的今年 明年好 2019 你希望此时此刻 你就过上有钱人的生活的话 第一步最简单的 就是减少东西 把东西减少越少越好 像他有说 其实很简单 没钱人的 的那个 没钱人的 那个事情呢 都是打扫就可以解决 例如像我刚刚讲的啊 床单很脏啊 然后厕所很脏啊 东西放地上啊 然后东西很多啊 或者是说家里臭臭的 类似这些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这些都是 整理 打扫 收纳 这三个就可以解决的 所以 如果你有 具备我刚刚讲的 就是没钱人的特色的话 请你 一定要把这些 改掉 然后利用打扫 收纳 清洁 这些就可以把你的环境 弄整齐 弄整齐之后 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对你自己产生信心 然后再来 就是 有钱人呢 很乐在工作 我真的是有钱人吗 我是有钱人 你知道吗 我觉得 乐在工作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像我就真的很爱我的工作 我已经做六年了 我还是乐此不疲 就是我 觉得我每一次的工作 都是很赞的挑战 然后 跟屋主的接触 或者是跟那个房子的接触 都让我 哇 好兴奋哦 好兴奋哦 这样 越乱我越兴奋 然后 我觉得 有钱人真的是乐在工作 工作对我们来说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我每天都很期待 我要去上班 或者是我做其他的这些事情 这样 可是呢 呃 没钱人会具备一个特质 他也有在工作 但是他每天都在埋怨他的工作 讨厌他的上司 讨厌他同事 讨厌谁谁谁 任何的一切都对不起他 谁都不对 这样 然后他很讨厌他的工作 可是呢 我遇过很多很多讨厌工作的人 来问我说 啊 廖哥怎么办 就是我真的好讨厌我工作 我每次都为了我的工作 很不开心 但是我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的工作让你那么不开心 那你为什么不离职 他说 可是 如果我怕我离职之后 我就找不到这类似的工作了 我怕我离职 我就会没钱 我怕我怎样 我可是因为怎样 可是因为怎么样 你知道吗 这里面这本书有解释 就是说 有钱人呢 他们不会花时间 在解释任何的事情 而是赶快去做就对了 或者是转换自己的思考 一样的 当你觉得你的工作 让你觉得不开心 不愉快的时候 你想想看 一 要嘛 你就离职 对不对 二 就是 那你不离职的话 你就要转换你的心态 也许你的老板刁难你 是希望你做得更好 也许你的同事在那里 背地里捅你 那 你觉得 哦 真的好讨厌他 可是 讨厌他 你事情还是要做啊 反正 他捅你 你可以想办法 让他不要捅你 不是吗 对不对 那 我觉得啦 就是 呃 我在把握公司工作十年 我 以前有一个 很害怕的 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的副理 然后 他 就是 无时无刻 他 以前我很不会穿那个model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子哦 就插着腰 叫我换一百次 一百次model 所以他就这样插腰 然后就是 太丑 换掉 太丑 换掉 你知道吗 那个model的上半身跟下半身都急重 然后他们的手都要重新拆 然后 你要穿很 帮他穿很多层的衣服 然后要把他的下半身拔起来 然后穿裤子穿鞋子穿袜子 然后再把他的手兜回去 很重 你知道一百次 我真的患到哭 然后很害怕这样 就是 当时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委屈 我觉得 我的工作为什么这么难 然后再来就是我家 我进去那个工作之后 我都 我太年轻 我都没有什么业绩 所以我都只能做一些 大家不想做的事 例如说整理仓库啊 或者是 就是做这些杂事 但是你知道吗 我现在 回过头来 在看这些 当时我觉得很痛苦的 人事物的时候 我觉得这都是超大的收获 感谢那个叫我换一百次的人 因为有他 我的穿搭变超强 然后再来感谢那些 就是很会做业绩的姐姐们 然后都不去做杂事 然后让我 都要去做杂事 结果让我变成一个 就是很会收纳 然后 用联想性收纳法 就解救很多家庭的人 所以也许 如果你没有办法 脱离那个行业的话 或者是说 没有办法换那个工作的话 请你思考一下 怎么样才可以让你的工作 你觉得比较快乐 真的 因为 你如果一直 就是跟刚刚讲的 没钱没钱一样 如果你一直觉得 你老板很讨厌机车 然后你的同事怎样怎样 你只会让你那个负能量 越来越增加 越来越多 然后你会更讨厌在那个工作上 但是如果你换个角度想 好 我就是因为要这一份薪水 但 我没有办法离职 那你就改变你自己 改变你的想法 家也是一样 你如果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婆婆 你的公公 那么爱囤积 那你是不是可以想办法让你怎么样可以好过一点 例如说他很爱囤积 那你就 你可能可以跟他讲说 妈我告诉你哪里哪里哪里啊 有什么义卖啊 我可以帮你把一些东西拿去义卖 类似这样 你可以想别的办法 你没办法改变的话 那你就想办法改变你自己 好 再来 有钱人的行动力很高 就是 我觉得 有钱人的思考就是 我想到什么 我就要立刻去做 可是没钱人是觉得 哎哟 那个 我做不到啦 可能有点困难啦 然后我觉得 应该还不行啦 我觉得怎样怎样 借口超多 然后就是 都是空想 有钱 有钱人跟穷 应该说没钱人 有钱人跟没钱人最大的差别 有钱人想到了 他就会去执行 失败了也都没关系 可是呢 没钱人 他只会坐在那里空想说 哎 我觉得有一个点子很不错 可是 可是 因为 我怎么样怎么样 啊 我现在可能没有时间 那我可能 这个 这个目标可能对我有点太困难 不然改天好了 就跟你一样 整理家也是一样 也不要说要做什么大事 你就整理你家就好了 今天 如果有钱人想到 啊 我家好像又很乱乱了 好 我现在就可以收 就收收收收 就毛起来收 可是呢 没钱人是这样 哎呀 也不是乱一天两天的事了 都已经这样几十年了 不然先这样 或者是说 啊 不然等我下次休假好了 好麻烦哦 啊 不然等 等大嫂厨再弄好了 各种借口 你知道吗 一样的意思 就只是整理房间 这么小的事 你都可以拖 那我真的不知道 你其他的事要怎么办了 对不对 好 再来呢 就是有钱人很习惯做笔记 就是他们的笔记就是 嗯 像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一个很爱做笔记的人 就是我不管看什么东西 或者是我有什么灵感 我一定会赶快把它写下来 那 最后来做个总结 就是呢 如果呢 你想要改变你的思考 你想要改变你的生活 变成有钱人的话 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 这本书非常的薄 你看 它只有这么薄 然后 诶 我在里面画很多重点 可以看一下 重点 重点 很多 然后 然后它有一张都是专门在讲一些 就是风水的 这个我就不透露 因为这也不是我的强项 那你们你们可以去看 那因为如果说你是一个很讨厌看很多字 然后希望可以快速了解的话 你可以去买这本书 因为它超薄 然后小小本的 然后每一个都是小小的单元 所以呢 假设你喜欢像这样子的类型的话 欢迎去买这本书 然后 再来 我也要介绍 也要在最后跟大家讲一下 工商时间 就是这个礼拜日呢 我在台北的A9 然后法雅客 两点到四点有签书会 如果呢 你不想错过我 你想要变成 好 你希望你明年的运势很好 然后变成有钱人 然后 想要跟我聊一聊 想要听听看 怎么整理 怎么收纳 才可以让你明年过得更好的话 礼拜日 一定要来找我 然后 没买书的赶快去买 OK 谢谢 谢谢各位 拜拜